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全黄酒吧大门单挑赛 左边是威威,右边是小孩 本场比赛是一个抢时的规则 威威目前是先开招了,拿下了第一分 接下来对局 你们可以静态一下,到底是哪能获胜 威威的大门五郎对战小孩的大门五郎 很多人说小孩的大门比较水啊 你觉得他的大门水不水 今天晚上就可以知道了 到底是谁更厉害点 所以大门五郎 康吉何时小孩的大门呢 也是他的决定阻力啊 最早他是用8,沈安,克里斯啊 配大门的 今天晚上来看看双方的大门单挑 到底谁是最强大门五郎 下别再次圈阵天板 小孩判断失误了 虽然说暴起状态的,没什么用 还想抓人,没有机会 小黑,不是小黑 虽然说暴起状态的 虽然说暴起状态的 小孩才是想要发起跳牙 被威威先毒 成功直接偷上不破解 2比0 小孩这把输了 好吧,现在来到了威威对战小孩这场对局 威威的大门 大门再战小孩大门,好像是比较水 这把水不水 OK,咱们来看这场对局 来自于威威对战小孩 这场比赛 小丫头 大门五郎,现在只要打了一回战 他有机会,双方打得非常谨慎 想到一块去了 咖啡不加强 小孩终于想起来自己也有一个头状态 哈哈哈哈 3C 3C,欢迎麦克弹 很多人说小孩八神是比较水啊 没连招全是拳脚啊 对啊 因为高手打起来就是没有连招了 他的连招必须要建立在对方有破绽的情况下 他能确认上 对吧 哎呀,这个可疼了 差到外戈了 你看果然是差到外戈 A比过去偷对方之后 这里是个绝对的压制则 很难判断正确的 现在对局来自于威威的大门 跟小孩大门各自亮灵灯了 又来到小赛点局 你看双方对位置上的一个卡位啊 这个超时生给了威威这个机会 威威再次报窃 突然负卡上 出一头 好的 小孩把气爆掉 再次给你开了buff 唯一跑出了天地反 这一步伤害很成的 差大哥没有 对位现在被小孩 三比 水不水 很多人说小孩的打门比较水啊 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币能不能开张小孩 你觉得小孩能赢刷一个9 觉得威威能赢刷一个6 会不会踢头啊 你们说会不会踢头啊 现在威威的大门又跟小孩的血量啊向他无击了 现在小孩又被威威偷到了一个下 一个头上扶 催着天地反 暴击的伤害 看到威过来小孩头又疼啊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远身站中脚 疯跳 威叔给了小孩这一灯 看来这把小孩有机会要开张了 觉得这把小孩能赢 打个小孩 对威能赢 这把能赢 打个威威 看来没有 这种插盒 跳地堆之后 头上扶 确认天地反 小孩说我终于要赢了 威威下逼 全地天地反 打小孩的背向 怎么办 能了反击counter 站中腿确认 小孩跳地堆 再次天地反 可算是赢了 太难了 小孩说我太难了呀 简直是不容易呀